路径说完了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相对路径的一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补充一个 就是我们一个图片的一个格式的问题 图片的一个格式问题 图片的一个格式 我们会发现刚才我用的图片 两张图片是不是都是这个 GF呀 都是GF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平时上午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图片 它不全是GF吧 它不全是GF 我们看到图片有很多种 那我们常见的图片格式呢 什么呢 我们可能有什么呀 GP GPED 或者GPD都行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什么呀 GF 我就大写了 还有一叫什么呀 叫做 PNG PNG 那GPED就是什么呀 就是GPD 这个是一个简写 这个简写 这俩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GPED就是我们这个 GPD 这俩是一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来说 我们有这三种图片格式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到底 他用哪种 用哪种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三种格式的一个特点 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呢 GPED 我们说什么呢 它支持图片 支持的颜色 比较 比较多 支持的颜色比较多 图片干嘛 图片可以什么呀 可以 可以压缩 也就是说 它相对来说 会比较干嘛呀 小一些 小一些 但是它有什么特点呢 但是它不支持 我们这个什么呀 透明 不支持透明 也就是你图片 我们说了 有的图片是那种什么呀 这一小时 可能外边这种背景 是什么呀 透明背景 透明背景 那这种图片 就不能用什么了 就不能用这个 GPG了 那GPG用来干嘛的呢 我们说支持颜色比较多 又可以压缩 但是不支持透明 我们一般什么呢 一般使用我们这个GPG来干嘛呢 来保存照片 照片 所以你看网络上传的照片格式 十九八九都是什么呀 GPG 它既可以保证我们照片的颜色丰富 又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大小 最小 大小最小 而且什么呀 照片有没有透明的呀 没有透明的 所以它也不用支持透明 所以一般什么呀 GPG都是保存一些照片 等什么呢 等颜色 丰富的什么呀 图片 照片等颜色丰富的图片 这是我们说GPG 然后来看我们的这个GF GF就是什么意思呢 GF我们来说 GF的特点 GF支持的颜色什么呀 少 GF支持的颜色少 它指什么呢 只支持我们这个简单的什么呀 透明 简单的透明 可以什么呢 可以并且支持什么呀 支持我们这个 动态图 支持我们这个动态图 什么叫动态图啊 就刚才我们这图片 它是不是在动啊 这种动态图毫无疑问 你必须得干嘛呀 必须得用这个GF去显示 但是GF有一个特点 它干嘛呀 它支持的颜色比较 比较少 所以你看到网上 看那些动态图干嘛呀 特别不清楚 特别不清楚 为什么 就是因为GF支持什么呀 支持的颜色少啊 然后呢 它只支持简单透明 什么叫简单透明啊 我这是一个大方块 大方块周围是透明的 用GF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圆形 圆形周围是透明的 GF干嘛了 就不行了 它只支持什么呀 直线的透明 直线的 要不然就竖着的 要不然就什么呀 横着的 它支持 一旦这个太复杂了 像这种形状了 干嘛了 它就不灵了 它就不灵了 那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用GF呀 图片颜色单一 哎或者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这个动态图室 可以什么呀 可以使用我们这个 GF啊 图片颜色单一或者是动态图室 可以使用什么呀 GF啊 GF 然后再来说我们的叫做一个 PNG PNG什么特点呢 我们来说一下 PNG支持的这个颜色干嘛呀 多啊 PNG支持的这个颜色多 并且什么呢 并且支持我们这个复杂的什么呀 哎 复杂透明 那他呢 除了不知动态图 剩下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比较全能的一个图片啊 比较全能的图片 那我们说 它可以用来干嘛呢 可以用来显示什么呀 显示颜色 复杂的什么呀 哎 这种透明的图片 哎 透明图片都可以用什么呢 都可以用我们这个 PNG啊 都会用PNG 实际开发中呢 PNG会用的什么呀 比较多一点啊 PNG会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那这三种格式 说了半天 那到底用哪种呢 哎 我们来说一下 叫什么呢 图片的使用原则 就两句话 图片的使用原则 什么原则呢 叫什么呀 效果不一致 假如说我 我图片三种格式都有 如果什么呢 如果效果不一致 使用什么 使用效果 好的啊 效果不一致 使用效果好的 效果什么呢 一致 使用 小的啊 效果不一致 使用效果好的 效果不一致 使用什么呀 哎 效果一致 使用这个小的 不一致 使用好的 一致使用小的 哎 有点绕嘴了是吧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来举个例子啊 赶紧拿我们这个图片来说 这里边呢 我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图片 D01 闹到我们这个IMG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看什么呢 这个GPD 也就是那个GPD 那这里边呢 我们现在有三个图片 哎 你看三个图片 都是一个什么呀 都是一个人像 对吧 哎 都是一个人像 哎 但是格式不同 一个是GF 一个是GPD 还有一个什么呀 PNG 哎 我们来看这图片 我们来看看效果啊 先看我们这个PNG 这效果呢 还可以是吧 哎 还可以 我翻一下 来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看格式在这儿啊 是不是GPD啊 这效果 没啥区别 是吧 没差 然后再往前看 看G GF 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啊 你们发现这三个图片 这三种格式 无论是GF还是GPD 还是这个PNG 效果实际上没有什么肉眼能直接识别的这个差别吧 显示效果都不错 那这三个图片我用哪个呀 我是不是看大小啊 哎 看大小 我们来看看PNG格式的 122KP啊 我们来看GPD格式的 19KP 这明显是不是已经胜出了呀哎 然后再看我们这个GF一看 58.9 那么说效果一致用谁 小的是不是就用我们这个GPG啊 而且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照片啊 我们说了一边一般情况下照片全都用什么呀 GPG啊 全都用GPG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格式 然后再看下一个我们叫做一个这个这个GF的哎 这三个什么呀三个这个熊猫 美熊猫哎 我们说这个图呢就可以算什么了 是不是颜色比较单一啊 就两种颜色一个什么呀 白的一个是什么呀 黑的啊就两种颜色 你先看效果 现在第一个是一个PNG 然后往上翻 这是一个什么呀 GPG再往上翻 这是什么呀 GIF这一看 是不是又没差呀 哎没什么区别 就这玩意儿两种色一般也差不了差是吧 哎差不了差 那么来看 那选谁呀 是不是还是找小的呀 PNG 36 GPG 28 GIF 12 那肯定用谁了 是不是GIF了 哎 所以注意像这种颜色单一的图片 十有八九 我们都得用什么呀 GIF啊 而且他也干嘛呀 他没有透明 这个不是一个透明 如果是透明 我们就不能用什么了 不能用GIF了 不能用GIF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还有一组图片 我们这个PNG这组 哎这组图片就效果就很明显了 来我们看PNG PNG呢 他这是一个水水花这么一个图片是吧 哎他这块注意啊 这里边都是什么呀 都是透明的 包括这个水花这个交界也都是什么呀 也都是透明的 你会发现PNG的效果是不是比较好啊 哎比较好 我们来看往上翻一个翻一个谁呢 我们的这个GPG 你翻 这就不用看了 他有没有透明效果呀 没有 是不是给我设置一个白色背景啊 哎 为什么呀 因为GPG他不支持什么呀 透明啊 再来往上看 GIF走你 哎 这玩意是透明是吧 但是你发现什么了 他这交界处是不是都有这种啊 白边啊 哎 白边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GIF他不支持这种复杂的透明啊 复杂透明 好 那这三种格是看完了 那这东西就不用看大小了 用谁呀 什么PNG啊 哎 只有他效果是不是最好啊 但是注意 这时候我们还是要看一眼大小 为什么呀 如果他效果好 但是他们这个大小差的干嘛呀 太悬殊了 这种图片也干嘛呀 也不能用啊 也不能用 我们来看一眼大小 来 这个图片我们来看是一个什么呀 73 哎 还可以 看我们这个GPG 哎呦 90是吧 再看我们这GF 156 那其实就没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PNG是不是既是效果好的又是大小什么呀 是不是最小的呀 哎 所以这三个图片里肯定有谁了 我们的这个PNG啊 PNG了 好 那这里边我们举了这么几个例子 真正的选择 我们还要在这个现实的开发中的再去慢慢的去体会 安忙的体会 好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格式 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我等下一个过去看我 你停下来 感谢观看